欢迎来到我们真一大四馆直播间 乔乔老师今天给你们带来的是什么 四美啊 这四美谁不喜欢呢老铁们 那今天的话我给你们带来的这款呢 是非常有名的 这款的话呢是我们说哪个老师的 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锦德镇的哈 有一个艺术瓷场 当年这个艺术瓷场呢 有很多的为老师的这个粉彩人物画的非常好的 那这款的话呢 就是仿那个赵慧明老师的一件 琴琴说话的一个四美 这个词习啊老有感觉了 然后我们说 大家好几年都没有看到它 其实真的我们线下的话 好多都定的活 基本上你们在线上看不到 那么今天的话它终于来了 这款的话是四美 很漂亮 我在直播间给大家讲一讲 一方 你知道吗 香气是很难做的 一方顶十元 那所以说一个香气 它可以顶十个元气 所以在自作的过程当中 这个香气它本身就是第一道难关 那今天我们在上面的话画了四个美女 这四大美女 我感觉都不用我说了 老铁门比我都懂啊 那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切个镜景来看一下 好难得呀 这款 好漂亮啊 好漂亮好漂亮的这个当中的四美 跟着老师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晚上好 晚上好 老铁门 看这个四美都看呆了吧 好 这个藏员们 首先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贵妃醉酒啊 那今天的话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看的这款呢 有点不太一样 哇 这个真的有点好重啊 啊 真的很重 这款 那我在直播间给大家讲一讲吧 这个是香气 先给大家瞧一瞧 看一看啊 好 亲爱的藏员们 今天的话呢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件 四大传统美女当中的一个故事 也就是瓷器当中 来去画出的一个故事 它述说着四大美女当中的故事 那今天的话 跟着老师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这个香气啊 很美 转圈给大家感受一下吧 转圈给大家看 感受一下哈 对 好 今天的话呢 我们给大家看的是一件粉彩的山水 啊 花鸟啊 这个美女的啊 但是平常 大家可能看山水花鸟看的比较多 但是我今天给大家看的是一件什么呢 是一个四大美女的这个香气 我们说她是真的特别的这个惊艳的啊 好 这件香气的话呢 整体延续了 我们说一贯香气的风格 它布局非常的漂亮 呃 四面 一个面一道工 一个面画的一个美女 色彩非常的丰富 呃 明艳 给到我们有一种美的感受 整个的画片呢 是以各种的这个美女 比如说遭军促赛啊 是吧 每个美女她讲的都是一个故事 啊 那么 貂蝉呢 贵妃了 是吧 还有西施了 大家看到吗 西施完沙 看到吗 对 召军促赛 那我在直播间里面呢 给大家聊一聊 因为这个我是很长时间都没有给大家看了 好 朋友们 来一起感受一下吧 四大美女当中的香气 她仿的是以前艺术史上非常有名的赵惠明老师的 这个词系的话呢 她整个延续了 我们说在当时古代的四大美女当中的 每个美女背后的故事 比如说今天我们先从这一面给大家看一下 这第一面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遭军促赛 这个遭军促赛的话呢 这幅图是讲的汉朝原地时期 令宫女出关与匈奴和亲的故事 汉朝自建国之初 匈奴便是心腹大坏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一直是与汉朝交恶 到了汉宣帝时期呢 这个匈奴内部呢 分裂很严重 在当时的话 一个叫呼寒邪的这个人呢 就一直亲近汉朝 他当时的话 亲自到汉朝去建这个汉宣帝 那么当时的话呢 表示愿意跟这个汉朝和亲 汉朝时期呢 从民间征集了许多美貌的这个女子入宫 今天给大家讲个故事 我们看这个瓷器上的这个故事 那么这个 这些女子呢 居住在这个永相当中 那有些人呢 都说一生都见不到帝王 但即使如此多 许多的宫女 仍然不愿意 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宫女就站出来了 她表示她愿意去和亲 她就是这个王昭君 汉原地很高兴的接见她 见到之后啊 汉原地啊 这个就看到她 这姑娘长得是清新雅丽 貌美可爱 很想留下她 但这是已晚了 那么召军出发之后呢 汉原地啊 也是非常的思念 那么当时呢 据传说的话 她不记得自己看过 这样美丽的画像 于是她就 当时呢 大家知道吗 就找这个画师 画了一幅这个像 当时的宫女路工 需要画师画像嘛 然后呈现给帝王选择 所以说呢 传说当时这个画师呢 她搜索 然后呢 谁给钱 她就将其画的这个貌美 反正没有给钱呢 就画得特别的丑 这个当时呢 有传说去讲这个昭君呢 是非常不词 她说的 她怎么说呢 她这种小人 依然记绝了 她没有给他钱嘛 知道吗 所以昭君的画像呢 就美不到哪里去 所以说当时这个皇帝呢 对这个事还是很生气的 他本来觉得这个昭君很漂亮 如果是看到这个画像 可能就会选他了 但此时的昭君呢 就跟随着这个 这个随附 附送他的官员 到了匈奴了 据传说的话 这个昭君出赛呢 去匈奴呢 带去了种子粮食 药材 反正呢 他当时跟这个汉朝 威胁了近六十年的 这个和平的故事 所以说 藏友们 后世的诗人当中啊 你看 因为他是抱着琵琶的 所以说千载这个琵琶做胡语 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当时在世人的眼中 这个王昭君的话 他是日日的话 想念这个汉宫秋月的 所以这个画片呢 我们用这个画片画出来 大家可以感受到 就是这个女子的 她的面相 她的脸呢 是非常的什么温柔和平的 你看这画面当中的昭君呢 这一身的这个珠色的这个 这个胡球 寸着他的肤色啊 哎 非常的漂亮 这个肤色就很好啊 这个怀中呢 抱着一 这个一个琵琶 是吧 这个嘴角呢 是微微的这个扬起 神情非常的融合 可以看得出来 我觉得哈 他是真的在匈奴的这个期间 有一种感觉 一方面确认说 一方面又与汉仇交好 所以说有人说 他是带着这个 带着什么 带着这个生命去的 带着这个完成任务的去的 所以一方面传播的是汉朝的文化 啊 这个为匈奴汉朝和平 做出的杰出贡献的 啊 藏友们啊 这幅画看 我们看这个昭君初赛啊 让老师想到了一些 所以在直播间给大家讲了一下 好 来 我们再在直播间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谁 这个是谁 来看一下 好 昭君初赛啊 我们再来看一个女子 我说说 你们大家就知道了 啊 这个转到这里来了 怪不得这个镜头看不到 大家看到吗 哇 貂蝉拜月 好美哦 这件 来我们看这个 貂蝉拜月 讲的是东汉末年 朝政的混乱 当时的话呢 这个董卓 我大家就知道啊 朝中大臣 哎呀 我要说他不说了 我说貂蝉吧 这个貂蝉呢 是我这个 王勇府中的一个歌女 有人说 他的龙貌特别的美丽动人 行动之间 摇载身之 那当时呢 看见貂蝉 如此美貌 便顿身一戒 啊 当时把这个 董卓把持曹政嘛 是吧 为了拉拢曹政 他就将那个大将军 吕布 收为义子 这个吕布 特别喜欢这个貂蝉 哎呀 我们说故事 说很长 不说了 不说了 咱只要说 看这个画工吧 好吧 这个貂蝉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在整个的画面当中 啊 貂蝉败月 啊 他整个呢 因为自己的 这个对曹政的担心 而败月 去祈求的一个故事 相传啊 这个画片里面 讲的故事是 貂蝉败月时 因为月宫当中的嫦娥 看见他的美貌 都羞涩的 啊 这个波云遮夜了 啊 所以说呢 这个画片里面 他讲的是什么呢 他讲的是这个貂蝉啊 貂蝉也是一个美女啊 对来 看到吗 这个是赵惠明啊 来 好 再给大家看一下 贵妃醉酒 好 贵妃醉酒呢 大家听过那首诗吗 云响衣裳花响龙 春风扶兰 鹿花龙 还记得吗 还记得吗 啊 那这一面的话 画的就是 这个贵妃醉酒 我每一面 大概给大家讲一分钟啊 你们大家知道就行了 啊 来一起看一下 这么美丽的 四大美女啊 这个故事啊 那草原门 贵妃醉酒啊 这个云响衣裳花响龙 春风扶兰 鹿花龙 这是当时呢 这个 这个贵妃啊 给他写的一首 这个诗词 有人说 那盛世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贵妃醉酒 看到吗 这里面讲的是什么故事 盛世时美人是王朝的象征 是王朝的这个凡胜 乱世呢 这个美人呢 就成为了乱世的 这个当中的一个祸水 所以说啊 清明的这个王朝 未必也没有美人 不过是君王的品行罢了 所以说很多人 对这个里面的画片里面的 想法很多 讲的也很多 哈 这个四大这个美女当中 每个我都给大家讲了 好 亲爱的草原们 陈渝 落院之龙 碧月 绣花之帽 指的是中国的四大美女 对吧 西施 王朝军 貂蚕和杨玉环 当粉彩词 遇上中国古代的四大美人 又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这是一个老师 给你们从来都没有上过的 粉彩的香气 他访的是艺术市场著名的 赵惠明老师的 那我们的这个人物当中 四美里面 这件那可可以说是经典的 这个当中具有代表性的 今天我们在这个里面呢 来一起感受一下 美不美 特别的美 人物的这种姿龙 整个的线条 整个的画片 对吧 好漂亮啊 这款 感觉老铁们都看呆了 都看呆了 哈哈 哎呀好美哈 好来再转圈给大家看一下 好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今天的话呢 老师在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件 不负众望 终于出来的一件 四大美女当中的一款这个香气 啊 我们说世间佛华都不及内心的淡栏 正如这个当中的我们说 这个四大传统的这个当中的美女画啊 多美啊 中国古典的四位美女的历史典故 将陈鱼落雁之龙 碧月修花之帽 画在了这个香气上 是吧 曹女们 这是一个故事啊 陈鱼讲的是西施完沙的故事 落雁讲的是遭君粗塞的故事 而碧月讲的是貂蚕拜月的故事 修花坛的是光花石的故事 所以说曹女们 按照历史人物当中 先后出现 整个四个面 一个面移到一个这个美女啊 给大家看了 那曹女们 呃 我们看的这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叫西施完沙 春秋战国时期呢 越国有个美女啊 姓施名以光 我们说别名叫西子 是个完沙的女工 我现在给你们讲的故事啊 她在河边啊 你看完沙时呢 清澈的这个河水 映造她的身影 那么鱼在水里 看到她的倒影呢 结果太美了 鱼都忘了游泳了 失去了佛力 渐渐的沉到河底 这就叫沉鱼 好来 再看一下咱们的这个 贵妃醉酒啊 遭军初赛 遭军初赛 这是貂蚕拜月嘛 对吧 貂蚕拜月 然后这边的话是遭军初赛 遭军初赛 我刚刚讲了哈 西汉时期 王遭军被匈奴 取走 在西行的途中啊 有一排大雁 从他上方 飞过去南方过冬 领头的大雁 看着看着 飞着飞着 突然看到一个美女 给大家讲个故事啊 于是大师已经 看傻了 不知道挥动翅膀了 结果的话呢 从天上掉下来了 这就叫落雁 这有一个故事啊 叫叫什么 烧金初晒落雁 还有什么呢 这个 貂蚕拜月啊 貂蚕拜月 刚刚已经讲了 貂蚕拜月在这里 我刚已经讲了 每个美女都很漂亮啊 每个美女都很漂亮 东汉末年呢 貂蚕某月晚上去 祭拜月亮 以求这个战乱的环境 当中平安 结果月亮里的 嫦娥姐姐看到她了 自愧不如 匆匆的驾驶 月亮快速的移走 所以说月亮引到云彩里了 这就叫碧月 这是给大家讲的一个故事啊 然后这个是贵妃 观花 修花啊 啊 来 好 造军出赛 西施完杀 贵妃醉酒 啊 这个是贵妃 我再讲这最后一个了啊 这个要报名 因为这个数量有限 啊 这个数量有限 好 来 唐朝开元年间 杨玉环被选进皇宫当中 思念家乡 这个里面画的呢 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么 当时的话 她到花园去赏花扇心 她特别思念自己的家乡 看见盛开的牡丹 那么月亮呢 就我们说 再看这个上面啊 看到吗 她的整个的这个姿态啊 头上戴满了这个当中的这个花 这个杨贵妃也很漂亮的啊 好 来 他们 唐朝开元年间啊 杨贵妃被选进了这个皇宫里面 好思念自己的家乡啊 传说她有一天去花园里赏花扇心 看见盛开的牡丹月迹 想想自己啊 被关在宫内里面 虚度青春 不胜叹息 对着盛开的花 花呀花呀 你年年岁岁还有盛开之时 我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 所以说呢 当时的话 有个诗人经过啊 就把他 这个当中就写了一首诗啊 云响衣裳 花响龙 春风扶兰入花龙 大家还记得吗 啊 所以说 当时的话呢 被一个公额看住了 他到处说 这个杨玉环和花比美 花儿都寒羞的低下了头 这就叫羞花 所以说 景德正呢 是中国四大的这个 名政之一 慈系之国的代表和象征的故事 其知识历史始于汉史 是一个水土一桃的城镇 在宋代皇帝宋真宗 将景德赐给景德正之后 历经元明清三代 设置词局 开设余药厂 成为了工匠来八方 弃承天下走 所以说 导演们 这个瓷器 它 是不是有来头 很喜欢是吧 我也喜欢 我这好几年 两三年 我都没给你们看了 没有给你们看过 这个是四美啊 粉彩当中的这个四美 好 中国的四大美女 你知道的西施貂蝉王昭君 杨玉环四大美女 是不是 碧月羞花 沉鱼落雁 好了 不多说了 他们 这件藏品是老师 我都没有在直播间给你们看过的 我也知道你们大家都等不及了 那在上方开始报名吧 那藏人们 后台30秒 机会只有这一次 记住啊 不是为自己抢的 是为自己的子子孙真去抢的 这样的一笔财富 因为这个藏品是真正有着来自锦德镇 东方美学文化和东方古法记忆的藏品 今天跟钱没有关系 好吧 所有刷到咱们直播间的 这都是一种运气福气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几年都没有给大家上这个了 好 所有此时此刻 只要在直播间想要这件高货精品的打一件 咱们的精品打在上方